據法庭文件顯示 馬玉清是香港出生的美國公民 1982年起為中情局工作 1989年離開中情局後 在中國上海生活 2001年馬玉清來到夏威夷 並於2004年起擔任聯邦調查局的語言專家 2019年和2020年 馬玉清向一名FBI臥底承認其間諜身份 並表示依然願意繼續為中共情報部門效力 新唐人記者上進綜合報導 第8種章 新唾 Arizona